毛主席经常讲 说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 就容易游 容易把这个地方看成他自己的 久而久之 那么最后这个地方免不了要成为这个干部的独立王国 按照毛主席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当年的国防科委 那就是聂荣珍的独立王国 文革之初 这个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们不是决定向这个各个单位 尤其是北京的各大高校 派工作组 北大张征仙了 什么王光美清华呀什么 这聂荣珍领导的这个国防科委 当时响应刘邓的号召 就向这北京航空巡院 等下属单位 派驻了这个工作组 那么国防科委向北航派的工作组和这个王光美他们在清华这个工作组 大家的座位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在这个北航等高校里面大抓什么右派 把一些什么老师啊 学生啊 打成右派 甚至打成反革命 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广大师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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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这个愤怒 50多天嘛 总共闹了50多天 嗯 后来这毛主席不是回到北京吗 然后就就就就 一通呵斥 镇压学生运动 没有好下场 谁镇压学生运动 北洋军阀 国民党反动派 然后严厉的批评了这个刘少奇和邓小平 明确表示 这个工作派工作组啊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工作组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 毛主席一说话 哎 随后 这当时北洋的时候叫天派了啊 造反派 北洋的造反派就天派了 这天派的头 这韩爱晶 那你就率领着这些造反的学生们 啊 就就就就 冲击了这个国防科委 当时的国防科委 要求这个国防科委的领导出面 跟学生对话 哎 然后呢 澄清啊 此前镇压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问题 嗯 那迫于这个 这个这个造反的师生们的压力 这聂荣臻 先后呢 将这个自己的两个部下 就是当时的国防科委的这个两个副主任 一个是钟志兵啊 一个是罗顺初啊 就给交出去了 就交给了这个 这北航的师生 接收 他们的批判 这个罗顺初和这个钟志兵 吃了很多苦头 吃了很多苦头 嗯 没交自己 没挺身而出 把俩副手都交出去了 部分的聂总啊 那后来呢 就是这个 呃 黄永胜 接替了杨 杨成武 做了总参谋长 然后 后来不是成立了这个 军委办事组啊 啊 呃 作为这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日常办公机构 事实上 后来这个中央这个军委办事组就取代了这个中央军委啊 那么呢 随后呢 去原来军委下属的这个各个总部啊 各个军兵总总哎 分别也成立了三军无产级革命派或者是总勤务战这样的机构啊 来领导本单位的这个呃文化革命运动 嗯 那么国防科伟呢 这边呢 在这个聂荣真的领导下也成立了这个科伟的三军无格派的总勤务战啊 总勤务战 这个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成立了之后一个时期之内 工作非常非常的努力啊 在这个聂荣真的这个领导操控下啊 这个打倒并迫害了一大批国防科伟和国防科伟司令部中 司令部里面的中高级的一些干部 那些呢 更值得大叔特殊甚至说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就是国防科伟的这个总这个勤务战啊 一干人马啊 把这个跟他们在一栋楼里办公 当时还有国国那个国务院的这个这个国防工办 国防工办当时的副主任不是罗瑞卿吗 此前罗瑞卿不六年年底的时候就被打下去了吗 后来想不开自己跳楼 不就把腿给摔折了 摔断了啊 伤害没好呢 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的这些人就用罗筐 把这个罗瑞卿抬到了这个台上让他接受批判 这都有照片了吗 罗瑞卿穿着一身棉服坐在一个罗筐里头 七壮非常凄惨 非常惨 非常惨 这都是国防科伟总勤务战干的 当时有很多人就不满了 觉得这个干的太大发了 就太过了 毛泽卿的女儿李敏 当时在国防科伟八局那时候 他在当时他就在场 看到这情景以后 退出会场 抗议是抗议呢 嗯 那么国防科伟的这个总勤务战 不仅这个这个斗了罗瑞卿 然后还参与啊 揪斗了当时的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杨勇 然后包括彭德怀啊 然后还有赵尔璐 还有陈在道啊 赵尔璐上次我说了 赵尔璐后来会揪斗 最后心脏病等树病病发吗 最后就去世了啊 很多人说像赵尔璐这样的人说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这是有处处的 确实是被迫害致死 嗯 等等啊 这些都不是国防科伟的这些 这些领导 这些干部 哎 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也都参与批了 也都参与斗了 嗯 内部的国防科伟这一块呢 将国防科伟的副主任啊 以上的干部一个接一个的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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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揪起来都给斗了啊 都给迫害着了 哈哈哈哈 这国防科伟当时的党委常委里的只有一个人啊 没被揪没被斗没被迫害 就是 聂荣正 呵呵呵呵 其实就是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的其实 的后台的老板 嗯 同时这个总 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还积极插手了这个 呃 国防科伟管下属的这些个 各个高等院校啊 科研院所啊 哎 这个里面谁反对聂荣正 哎 他们就斗谁 就揪谁 啊 所以这个国防科伟的总勤务战自始至终 那 唯一 这个这个这个拥护和保护的人 嗯 就是聂荣正一个人 哈哈 红铜县里无好人 嗯 除了聂荣正 那么1968年的1月份啊 这国防科伟系统当时筹备要开一个会什么会呢 叫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那边代表资格 那时候开发这个代表资格 有表格 你得填表 然后审查 啊 你够资格才可能做代表啊 这个表格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什么内容呢 叫做拥护以聂父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伟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 这是你能不能成为这次代表大会 这个代表的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是最重要的一条内容 就是你是否拥护聂荣正 你拥护聂荣正正确领导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拥护不拥戴聂荣正为核心的人啊 以聂父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伟党委常委 那你就不能成为代表 因为什么 因为国防科伟的印补三分劲 姓聂 聂荣正是国防科伟的核心 当然这是他们自己自封的 是不是啊 那你说 在中国 这核心是你想教就教的吗 这话说这不到十年前 这胡锦涛啊 这个卸任了 做了十年的这个总书记 忍气吞声干了十年 从2002年到2012年 一直到他退了休这胡锦涛 最后他也就是弄了一个叫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啊 是不是 紧密团现在以胡锦涛总书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他也没混上核心呢 习主席那是 现在早就说了 就以习近平总书记 习明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所以核心这不是谁想叫就能叫的 不是你说我自己感觉好了 这汪大命 光科伟 这个这个各个造反派 各个这个这个主流的这些运动干将们 都是我的马仔 都听我的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红铜线里没好人 我是好人 就我唯一一个是我好人的 我就可以叫核心了 一膨胀 就自封个核心 核心的这顶帽子 不是你想戴就戴的在中国 所以后来这事就被人给举报上去了 那就给举报上 甚至就通天了 毛主席都知道这个事 毛主席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文件 相关的文件上都签了字 都签了字 做了一段批语 在这段批语里 对这个聂荣珍的 这个对聂荷心 提出了很委婉的批评 毛主席怎么批的 毛主席说 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不是自封的 不是自封的 很委婉 但这真是批评了 你不能怎么叫 就是 这上欲一传下来 受到批评了 聂军们 我们的聂军们 立马上交了一份检讨 给周恩来 我错了 这事不对 但是检讨里面还为自己做了辩护 说这个 这是下本搞的 我不知道 就跟当年他在进察记的时候 毛主席的照片 四寸的 他自己的照片八寸的 人家给他指出来的时候 他说 这事我不知道 这都是下本搞的 很委屈 很无辜 好 冤枉你 冤枉你老人家 但是你说你老人家要怎么解释 你要怎么解释 从你老人家开始 直到你的女儿女婿 一个元帅 一个上将 一个中将 这是 古往今来啊 这个 整个地球上应该是 军权最高的一个家庭 就家庭成员里头 一个元帅 一个上将 一个中将 我估计全世界可能只有内容真人他们家 没有第二家 你怎么解释 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家庭 然后几十年中 始终把持着国家科卫 后来国防科卫 到最后了 合并完之后 国防科工卫 成了人们口中的这个孽家大院 这个事实呢 你老人家怎么解释 你解释不清楚吗 后动 你看聂帅聂总 在文革之初的时候 他在国防科卫的 这是个座位 后动 所以 接二连三的让人无语 无语之后 还有最让人无语的 什么 那就是在毛主席 尸骨未寒的时候 内容真的 所作所为 遥远日记里面说 说毛主席晚年的时候 曾经预言 说我死以后 几个老帅 要闹事 这是遥远 这个日记里面 白纸黑字写的 内容真的一生 我们回溯一下 内容真的一生 你想一想 他在来到毛主席 麾下之前 那个时候 无论是南昌起义 还是广州起义 都失败了 做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两次失败以后 他都避难到了香港 都是这身手 不见六车 这样的暗夜里面 然后是顾着什么的小船 然后趁着这暗夜里 偷渡到香港去 那真是非常狼狈 一次又一次 接着在香港搞地下 搞地下工作那个时候 那时候在香港搞地下工作的时候 那何其艰难 那真过街老鼠一样 真跟过街老鼠一样 他的夫人张瑞华 就是他在香港的时候 追求上了 那宁容真在这点上 一辈子无可挑剔 就这么一 除了早年的时候家里 包办婚姻之外 人家一辈子就是张瑞华的一个太太 一个太太 他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两个人 这这这 台上 台上恋爱的 张瑞华后来回忆 这个宁容真 生活中有很多这个习惯 就是高度警惕的这样的习惯 保持了一生 很多习惯都是在香港搞地下那几年练就的 那几年练就要练就 你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那种 然后你想接着又到上海去做特工 领导特工 那时候 那也是地下工作 也是地下工作 直到他空降到中央宿区 后来来到毛主席的麾下 在这之前 始终可以说用黄黄不可中日来概括是极其极其准确的吧 起义失败 再起义再失败 搞地下做特工 聂荣真这一生里面可圈可点的这个人生的亮点 他在中共的党史和中国人解放军军史中历史地位的最后确定 那是他在他进入中央苏区域来到毛主席的麾下以后才开始的 牛尔真真才一步又一步的在太阳底下 再也不是像过去老鼠一样搞地下做特工啊 而是在太阳底下 是不是啊 在这个军旗下 一路凯歌 包括长征路市 包括抗战 包括洁凡战争 是不是啊 一直成就到1955年的5月27号 在怀人堂 从毛主席手里 接过那远任帅子 这奸章 接过那三个一党 那个纪念寻章 可以说一生 这个走到了自己 这个职场 这个 朱姆拉封顶都差不多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聂荣真一生 成就的一生的最大的恩人 那一样也是毛主席 没有毛主席 就没有他聂荣真 辉煌的人生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聂荣真 但是 毛主席嫁和西去之后 聂荣真是怎么对待 自己的恩师 自己的领袖 主席是9月9号 临时十分去世 然后这个 10号 10号的时候 遗体就到了人民大会堂 接着呢 一直到9月18号 追悼会之前 始终在人民大会堂 然后这个 各方调宴了 然后呢 整个这个调宴期间 中央领导人 轮流 在这个 大会堂 为毛主席守灵 轮流 轮流 轮到了 聂荣真了 哎 我说老人家 忽然请假了 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 说我心脏不舒服 早上起来 那行 你都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啊 这个心脏不舒服 那就别来了 行 心到了 主席就领了 是不是啊 啊 那就好好在家歇着吧 哈哈 否 人家是 为什么不去 人家不是为了在家养心脏 人家不去守灵 是为了暗地里联络叶剑英 是为了暗地里 派他的老部下 华北戏 华北山头的杨成 上叶剑英那去 转达他的想法 什么想法啊 就是鼓动叶剑英 尽早站出来 然后领着大家伙动手 以非常的手段 抓江青 乌区 给毛主席守灵 是为了暗地里策划 抓毛主席的夫人 就是这么对待 他的恩师 他的领袖 这还不算 又把手伸向了主席的女儿 我们下次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